製造機會 欸這個時候皮特森來了 在進去裡面 哇 OMG這個球 這完全是台電後防線的問題啊 怎麼會把球停給皮特森 哇這個球很嚴重啊 哇這個 這個真的太嚴重了 剛剛看到李建良這個失誤實在是太離譜了一點 而且剛好這個卸球的位置 剛好就是讓皮特森直接調整好 可以直接射門啊 這根本是助攻啊 而且剛剛其實你看到義偉一開始是想要去盯防的 而這樣的情況下似乎也帶給皮特森 完全是沒有越位的情況啊